然后我买车的话 则是得外观好看 价格不超过15万 就都能接受 除了好看 开着也得舒服 怎么着 是个合资品台就行 刚才说的 这车要上了100之后 不就差点事了吧 对 我跟你说 这车要没劲 绝对不能忍 还是再看看别的车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请来了一对情侣 看你们俩就是这个腻不劲儿 是还在热恋期 我们俩永远都在热恋期 我觉得真是希望爱死快 这个有知道吗 所以你们俩今天是准备 一起买一辆车吗 哦不是 是他买 然后他是不是不懂吗 就叫我过来往他参谋 然后我买车的话 则是得外观好看 价格不超过15万 就都能接受 除了好看 开着也得舒服 怎么着 是个合资品牌就行 行 那就来看看我给你们出现的车 好 这辆呢 就是2020款的轩逸 配置是1.6升CV器 乐响版 这是轩逸 轩逸不是这样的吧 新出的 对啊这个是刚刚上市啊 还热乎着了 我还真知道先一只车 之前滴滴打车 老能打到这个 不过 这新款和老款 不是同一辆车啊 反正看着是不是顺眼多了 嗯好看 别光顾着好看啊 这车多少钱 裸车应该是12万9,900 落地的话是15万 那这价格也挺合适的 15万 15万都能买思域了吧 那可是神车 能买是能买 但如果是你买车的话 我可能都推荐思域了 但女孩的话我其实觉得可能轩逸更合适一点 但是你看就从这个角度 其实这辆车还有点神似思域 我是挺喜欢这个外观的 这车头看着挺好看的 这个车头它现在用的是VMotion 2.0的设计 然后车灯现在也变成了LED的 还有它的车身现在加宽到了1米8 但是它降低了 就比老款车型还低了55毫米 所以它整个看上去是那种 比较低趴的感觉 后边这块也挺好看的 好什么呀 你看人排气管都没有 它不一定没有排气口就不好看 这个车呢 首先它用的是隐藏式的排气 然后另外你看 就是从C柱到后备箱这一块 是不是看着还是挺运动的 然后底下这还用了一个反扩散器的设计 那这后备箱怎么样 后备箱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同级别里面吧 算是中上等 就是它后排没法放倒 那也挺好的我觉得 最好怎么好 拉不了大件东西 但是你们俩又不是搬家公司的 一年能拉几回大件 我这是为你好 就说咱不老拉大件 嗯 但是你看这后排放倒了 总比没有强吧 偶尔也能硬个急什么的 这确实也够用了呀 想要拉大件的话 我们想别的办法呗 行 随你便吧 怪我 对吧 就是早知道你们一开始 有这样一个需求 我就应该给你们推荐一道 你可 不是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它要是不需要咱也无所谓 我这不是也是为它好吗 嗯 对 又撒了一波狗粮 那外观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要不然我们就上车去看看 好啊 那走 走 谢谢 这辆车坐进来感觉到怎么样 坐着感觉也挺舒服的 嗯 挤倒是不挤 但是这空间也没想象中那么大呀 但是这辆车它优势其实不在于空间 哇 而在于这个座椅坐得是真的舒服 是吧 应该是 就如果说天籁是大沙发的话 那这个轩逸就是小沙发 哦 那是座椅是电动的吗 嗯 不是 它是手动的 像座椅加热什么这些功能也都没有 这都没有 嗯 反正这辆车配置是差了点 但是这个级别的合资车 基本上也都这样了 嗯 好在你看它是有一个大屏幕的对吧 像连个蓝牙呀什么了 还有这个触屏也都是有的 就是唯一是这个系统吧 它反应比较慢 还有就是这个页面吧 看上去就比较上年龄 哈哈 就比较老气 嗯 像配置方面呢 像这辆车它是有自动大灯和自动起停的 但是它的空调是手动的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 像这个级别的合资车 嗯 应该是自动的才对 嗯 那像定速巡航那种配置的有吧 也没有 这个车顶配它都没有低速巡航 你要说辅助类的配置吧 它也就一个倒车影像 那这配置有点低了 嗯 我这预算就那么多 他不是说了吗 这个价位的合资车基本都是这样 哦 哎 那你要不然考着考着给它添点 嗯 那都不用了 我感觉用这个足够了 嗯 行 你觉得够用就行 嗯 其实这辆车吧 你像内饰用料什么的还是挺有讲究的 嗯 各种软包裹 然后门板这儿还有那种仿碳纤维的装饰板什么的 都还是比较用心 嗯 我看着挺好的 而且看着也不老气 嗯 我肯定不嫌老 这个内饰起码比老款车型年轻二的 嗯 你都年轻这么多了 那咱开起来上路看看呗 也行啊 行 再来前面 这车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嗯 反正就偏运动的感觉 比老款车型要硬一些 因为新款它悬挂行程变短了嘛 肯定没有老款那么舒服 嗯 另外呢 这辆车它因为现在加宽降低了之后呢 要比上一代车型就开起来没有那么飘 而且支撑性和侧倾啊 就都比上一代车型要强一些 嗯 那像我们男的开车都喜欢这种运动一点 哎 你们女的选择是不是更倾向这种舒适呢 还好吧 我对这个没什么概念 就像他刚才说这车比较硬 我也没感觉硬了 那再看吧 好 硬的话 它确实是跟老款比要硬一些 也是因为它老款车型太软了 嗯 这辆车另外动力上吧 它用的还是1.6升自然气气的翻动机 嗯 变速器还是CVT的 CVT呢 顺还是挺顺的 这肯定没得说 但就动力整个还是偏弱一点吧 嗯 它这辆车那个数据上最大功率是102千码 最大扭矩是169牛米 怎么说呢 就反正还是比较适合女孩开吧 哦 这儿说特肉呗 那也不能这么讲 就是 这辆车你看初段其实还挺窜的 但就是中后段吧 反正稍微差一点 整体来说就是个买菜车的水准吧 我可以就是身材叫你们感受一下这辆车加速的感觉 嗯 怎么样 我感觉也还行啊 你现在肯定感觉行啊 因为它速度没那么快 你刚才说的这车要上了100之后 不就差点事了吧 嗯 对 那我能开多100吗 你能啊 你能 嗯 你肯定能啊 哎 我跟你说啊 这车要没劲绝对不能忍 还是再看看别的车吧 要不然你们再考虑考虑 嗯 那最后你们上怎么样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车的 很麻烦 但是这车动力不行啊 啊 像他说的这配置什么都差点事 哎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你在天脸是不是 啊 给人买辆更好的 哎 你也没 我我开玩笑的吗 不是 就是哎最终决定权肯定还在你女朋友手里 是吧 不过你们的这个要求吧 叫这个价位好看的车 反正是没几辆 而且最终还要合资的是吧 嗯 那要不就买 咱再看看啊 就跟他说的似的 咱再买也不晚 对吗 好吧 也也行 哈哈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发现这个男人默契起来真的是比女人还要女人 这结了婚可怎么办呀 这结了婚可怎么办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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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